同学们,大家好!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HSK3第七课时间段的表达。 上次课,老师让同学们预习了第七课的四篇文章。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四篇文章中的几个句子。 请同学们注意红颜色的字。 同学们看,这里有六个句子。 红颜色的字分别是五年、三年、两个小时、一刻钟、半小时、两年。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在HSK1和HSK2中学的一些词吗? 大家一起看一下。 第一,去年、今年、明年、三月、星期一、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上午八点、下午五点。 好,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些词是刚才在上边那几个句子中出现的一些词。 有五年、三年、三年、两年、两年、一个月、一个星期、一天、半小时、一刻钟。 这两种词不一样。 这一种汉语中叫时间点。 五年、三年、两年、一个月、一星期,这种词在汉语中叫时间段。 那我们看一下时间点和时间段有什么不一样呢? 我们先来看左边这四个问题。 请同学们看一下老师给你们的答案。 第一个,我们认识了十年。 第二,他在我们公司工作了三个月。 第三,我等了他半小时。 第四,我学了两年汉语。 请同学们注意,十年、三个月、半小时、两年。 你还记得他们是什么吗? 对,他们都是时间段。 那么请你注意,时间段回答的问题都是什么呢? 可以回答多长时间、多久。 好,我们再来看右边这四个问题。 第一,留学生什么时候开会? 第二,他什么时候来中国的? 第三,你什么时候毕业? 第四,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? 请同学们看一下老师给你们的答案。 第一个,留学生星期六开会。 他去年来中国的,我三月毕业。 我们晚上六点去看电影。 请同学们注意,星期六,去年,三月,晚上六点。 他们都是时间点。 那时间点回答的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 所以请同学们注意,时间段回答的是多长时间、多久的问题。 时间点回答的是什么时候的问题。 好,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时间段在汉语中怎么表达。 我们先看几个例子。 第一,我们认识了十年。 第二,他工作了三个月。 第三,我等了他半小时。 第四,我学了两年汉语。 第五,我们唱了两小时歌。 第六,同学做了一天作业。 同学们可以通过这几个例子可以发现。 汉语中,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表示时间段。 可以用主语加动词加勒加时间段加编语。 好,现在请同学们看一下左边这四个句子和右边这四个句子一样吗? 好,很认真的同学会发现他们不一样。 右边这四个句子都多了勒,都多了勒。 对,所以刚才我们知道是主语加动词加勒加时间段加编语。 但是现在这里第二种,第二种是在句子的最后边又加了一个勒。 这里有几个勒? 两个勒,对。 那么他们表示的意思就不一样了。 第一个,第一个表示动作持续的时间。 第二个表示进行动作持续的时间。 比如说,第一个例子,我学习了一年汉语。 意思是,现在不学汉语了。 第二个,我学习了一年汉语了。 表示我学习汉语的时间是一年,现在还在学汉语。 好,我们看第二个。 他看了半小时电视。 那他现在还在看电视吗? 对,他现在没有看电视。 第二个呢? 他看了半小时电视了。 那他现在在看电视吗? 对了,他现在还在看电视。 好,你们看第三和第四。 你们都能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吗? 好,现在我们做一下练习。 你喜欢学习汉语,学习了很长时间。 现在你看这两句话,用汉语怎么说? 给你们十秒钟。 好,第一个句子是,我学了一年汉语。 第二个句子,我学了一年汉语了。 好,我们看第二个,第二个问题。 这个人在干什么? 对,他开车。 他开了多长时间呢? 三个小时。 那怎么说呢? 这句话? 好,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。 好,第一个句子。 说,是怎么说? 第一个句子。 我开了三个小时车。 第二个句子呢? 我开了三个小时车了。 你做对了吗? 好,我们来一起做一个活动。 这个呢,是老师放假以后的每天的时间的安排。 我每天七点起床。 然后呢,起床用了五分钟。 然后从七点五分开始洗脸。 洗脸用了十分钟。 所以,现在请每个同学都说一下,你们看着这几个时间,看着这些时间,说一下你一天是怎么过的。 好,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作业。 想一想你的一天是怎么过的? 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? 用我们今天学的知识告诉你的朋友吧。 好,谢谢大家。 再见。